Hello大家好,歡迎收看Hacker貓咪HackerCat 今天要來介紹一個我早該介紹的平台 就是在滲透測試領域之名的Hackerbox 對於滲透測試技術具有熱誠的人 是絕對不容許錯過的一個平台 之前我分享過HTB的Academy 兩者是同一間公司但不同的平台 性質當然也不太一樣 HTB的Academy是學習性質的培訓平台 而Hackerbox簡稱HTB 是一個練習的平台 首先讓我們來了解一下 Hackerbox究竟是什麼樣的平台 有什麼樣的宗旨以及特點 Hackerbox是一個為網路安全人員設計的平台 包括了安全研究人員、滲透測試人員、安全檢測人員 還有學生都是 該平台上面有許多存在漏洞的機器 反映真實世界的安全問題與漏洞 或是精心設計的題目 設計來讓安全人員進行練習與挑戰 提升技術能力 該平台上面的特點有兩個主要的類型 分別是Machines以及Challenges Machine也被稱為Box 它就是一台存在弱點的主機 使用者可以進行滲透測試的練習 取得主機上的User以及管理員權限 不同的主機會被標註不同的難易度 難度分別從Easy、Medium、Art到Insane 一路往上 而Challenge則是更專注於特定技術 而設計的服務或是應用程式 我們可以看到有各種針對Punk 或是密碼學或是GAN還有WEB 不同類型的 其實說穿了 你可以把Challenges當成是CTF 同樣也是解題取得Flag 而這些挑戰呢 由社群不斷的提供與更新 你可以持續在這邊磨練與經濟之一的技術能力 HackerBus也提供一個基於積分的排名機制 積分的算法有點複雜 就不說明跟解釋了 官方有提供計算的公式 當你破解一個題目時 你將會獲得積分 這些積分也會顯示在你的個人資料頁面上 你也可以在排名當中去看到你的位置 這不僅僅是一種認可 也是一種激勵你去學習和挑戰自己的方式 但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必須先說明 無論是Machine或是Challenges 都有所謂的Active以及Retire的機器或挑戰 他們會隨時間釋出新的Active題目 當然你就會有題目隨之被Retire 那Retire的題目是不會有分數的 也就是說你在該題目Active拿到了分數 等到那個題目退休之後 你的該項分數也會歸零 所以要在排名上面持續保持 其實是非常困難的 我之前也有僥倖在台灣去排名第一名還第二名 其實只是剛好那個時候沒有其他活躍的台灣選手而已 然後呢Retire的Machine 是只有付費的會員才可以使用的 它的收費方式和方案我也就不說明了 但是Active的題目是免費就可以去玩的 並且呢HTB它還有提供一個社群的論壇 給大家看一下 那你可以在這裡跟其他使用者交流心得 包含詢問以及提示給別人都可以 個人很推薦大家上家利用這個論壇 那HTB從我第一次接觸它到現在 短短幾年就出現了許多的變化 我就來簡單的聊一下它的變化好了 首先 它提供了更多學習導向的資源 包含之前介紹過的HTB Academy 還有目前HTB上面有所謂的 StarPoint 是一個手把手的滲透測試教學 這些都強調了HTB對於教育的提倡 那第二點 它的註冊門檻降低了 那不要誤會我並不是說它的難度降低 而是註冊門檻 當初HTB的註冊其實是要解開一個CTF的題目 才有辦法註冊成功的 現在那個題目還有保留著 但實際上註冊是隨意都可以註冊成功的 那第三個就是他們整體擴大了許多的方案與活動 不管是與企業的合作或是教育單位的合作 還有他們在平台上面有發布的那個工作職缺 以及辦了更多的比賽 推出了HTB的專屬認證 那總之與早期相比現在的HTB有了非常大的一個變化 還有一點是它的題目啊 其實它是有規範的 不管是Machine還是Challenge 它Active的題目是不能夠公開解題內容的 那我之前在玩的時候的確也是這樣子 Active的題目你在網路上是找不到公開解答的 很難找到 那現在不知道是年輕人不講武德還是這樣子 就是你越來越容易可以看到 Active的題目是有公開的解答的 那我還有再確認了一下喔 它的入額裡面其實確實是還有保留這一條的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 就是 You only permit to upload stream on publish solution Only for retired content 就是就retired的machine跟challenge 你才可以公開它的解答的 那接下來我想呼應一下那個題目 我的標題 HTB不僅僅是一個練習技能的平台 它也是一個展示你的實力技術專業的平台 這個平台的練習其實並不是容易的 我覺得不適合新手小白 但入門的人就可以試試看 只要你是具備基礎的Linux網路資安技術 就可以來試試看 因為我主要都是專注在滲透測試 在HTB打machine 所以就以machine來聊 如同前面提到的上面有許多的題目 分成了不同的等級 可以從easy開始練習 但我覺得有機會的話 應該要嘗試一下不同的等級 例如medium、hard、incense 不僅僅只是easy的machine 而且要注意千萬不要只是在網路上 看看別人的box rule就覺得夠了 動手去做一下 動手跟沒有動手 這個之間的差別會很大 如果動手之後 發現做不出來 沒辦法再放棄也沒關係 那也沒什麼 然後建議邊打的時候 遇到問題可以在我剛剛提的論壇裡面去看看別人提示 或是在論壇上面去詢問別人可以往什麼方向去找 我說一下自己的想法 easy的部分 的確絕大部分都沒有太太偏領這個easy的難度 那medium的話就有偏簡單的 那也有不少我評分都是給很難的 其實還是要看題目跟冷 每個人擅長的地方可能不同 而hard跟incense的部分呢 我必須老老實實的說 我有打過幾台 也有打過沒解王的 但沒有一台hard跟incense的主機 是我在完全沒看hardr或hint的情況下解出來的 是真的蠻難的 那如同標題 我認真的認為htb是一個 可以證明技術能力的平台 如果我是面試官或是客戶 那你跟我分享了你解出很多htb的機器 特別是medium以上 我可以很直觀的確定你是有 測透測試技術能力的 對我來說在 在滲透測試技術的層面 絕對比你有CEH或是Security Plus這些都還要加分 甚至比你說你過去有執行過滲透測試專案的經歷還要加分 畢竟市場那麼亂 都有傳聞有的公司是用DAST或是主機落掃 做完就當成滲透測試報告交出去的 不過不可否認 HTB它更琢磨在技術層面 那它有不少的地方和食物的滲透測試 滲透測試專案還有real world 是有區別的 另外也談一下一些知名的技術認證好了 例如OSTP 以及CPen 畢竟很多要準備OSTP的人 可能都會從HTB 開HackMe VarrenHub開始練習 這邊根據在網路上面看到的 大量心得綜合的評論 在主機難易度上面 OSTP主機大概是 介於HTB Medium與Easy之間 那同樣如果我是面試官的話 你直接展示給我看 你有解出很多HTB Medium一戰的題目好了 那加分的程度絕對不會是雅於 你有其他的技術認證 不過這當然也不代表你能解出 Medium題目就能夠輕鬆通過OSTP 畢竟是考試壓力會比較大 過程也有工具的限制 AI限制、時間限制 從心態上可能就會有差 那最後 如果你是對滲透測試充滿興趣的 希望大家能夠勇敢跨出第一步 我之前在台大教課的時候 也是有帶學生去打HTB的主機 有時候我覺得大家就是卡在第一步而已 你需要跨出去 不論你是覺得它很困難、遙不可及 還是覺得很簡單隨時可以開始 是擔心自己能力不夠 還是有其他的想法 無論如何 你必須先跨出第一步 你才會對它有更稍微正確的一點點認識 就像剛剛說的 即使你開始了 發現真的好難喔 我放棄 那也沒關係 至少你有試過 好了 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內容 希望這次的介紹能夠讓你更了解HTB 能夠激發你對HackerBus的興趣 好,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或是按個like 謝謝大家